墾丁船帆石路段 最近正在進行 施工道路改善的工程 卻傳出挖斷電線 在那邊挖到了管線 兩點多的時候 砰 一聲好大聲 我們這邊都嚇一跳 結果就大停電 整個船帆石大停電 因為挖斷電線 造成附近大停電 民宿的業者擔心沒有冷氣 客人來回報院 另外還有餐廳業者氣炸了 因為這場停電 死了不少龍蝦 星期六將近兩點停電 直到下午五點多 才搶修完畢供電 當地的店家抱怨 現在處於奠季 只能扣假日做生意 就已經夠心酸了 現在還在營業熱點 勾出大停電 實在很無奈